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3月8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雯汪 大家好! 和我家鎮身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在昨天3月7日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先生 就中國外交政策回答了很多中外記者的提問 我們在這一集想說一下 很多個國家都有提問的 整個訪問全場 一個小時40分鐘 差不多100分鐘 各個國家都有問題 我們主要講幾個 第一個是來自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作為第一個 就是問過去一年的中國外交 有什麼評價 和接下來2021年的外交上有什麼重點和亮點呢? 這樣說 王毅先生就說 在2020年 中國和世界各國共同走過一個很不平凡的歷程 就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 中國外交為國家擔當為人民扶寵 對世界盡責全力應對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戰 積極發展中國應有的作用 最重要的有幾樣 第一就是元首外交 習近平主席就以這個雲外交的創新方式 和各國領導人共商合作大計 展現了大國領袖的世界情懷 亦都為團結國際社會對抗新潰激情指明了方向 注入了動力 第二就是這一年來最重要的就是 捍衛了國家的利益 堅決反對世界上的霸權霸道霸凌 堅決頂回對中國內政的無理干涉 中國的主權不用侵犯 中華民族的尊嚴不用詆毀 中國人民的正當權利必須維護 大家都心神領悔是什麼事 然後還講到抗疫外交 而且對這個海外公民 是怎樣伸出援手 提供協助 和把握全球治理的方向 面對單邊主義的示弱 中國旗智鮮明與以抵制 實踐行 以實際行動 實行多邊主義維護國際關係準則 這個就是講上一年所面對的問題 應該是怎樣 就是很明顯是指向一些叫做大國優先的政策 然後就講2021年呢 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就迎來這個中國共產黨八連華誕 也都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希望會牢記著黨和國家的重拓 積極發展各國友好關係 不斷增進中國和世界的互相理解 繼續為中華民族為大復興 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然後就 其實講了很多東西 但是這一節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會除了講雙循環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和著眼這個後新冠疫情時代 積極展開國際抗疫合作 維護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勞令 幫助世界經濟早日復甦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 在這一節就是說 我們將會順應歷史潮流 即推進新型國際關係 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 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 與各國攜手建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個就是第一節最重要的 然後就由俄羅斯的記者問 中俄是全面戰略協助夥伴 疫情是怎樣影響了中俄關係 王毅先生也是這樣說的 面對世紀疫情 中俄就堅並堅站在一起 背靠背緊合作 攜手抵禦新冠病毒 共同抗擊政治病毒 中俄組合團結如山 始終是世界和平穩定的中流體柱 其實他講的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然後原來2021年就是中俄 木輪友好合作條約簽署第20週年 雙方都已經說會將這條條約延期 並且賦予新時代的耐用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將會打造戰略互信的典範 堅定支持對方維護核心重大利益 聯手反對顏色革命 打擊各種虛假信息 維護各自主權和政權的安全 其實對於俄羅斯只是說明 要合作共贏世代友好 而最難對付的東西就是虛假信息 大家聽到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是這樣的 其實已經有20年那麼好 然後講完俄羅斯 中間也有些中國等等的 不過我們主要是講一下 外國的記者怎樣提問 就到埃及的中東通訊社 就問如果今年中非呢 今年中非就在塞內加爾舉辦新一屆的合作論壇 中國是會怎樣幫助非洲國家對抗疫情呢 這樣說 黃毅先生就是這樣說 中非之間的深厚友誼 就是在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形成雙方既是戰友又是兄弟 其實去年是中非合作論壇成立20周年 在20年來中非雙方制定了10大合作計劃 8大行動 雙方的貿易額增加了20倍 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增長了100倍 中非合作已經成為這個國際的表述 國際對於怎樣應該投資非洲的表述 而為了幫助非洲各國境對疫情呢 復甦經濟是中非合作的重中之重 其實呢 至今中國呢 是向非洲提供了110批緊急防疫物資 15個國家派出了抗疫醫療專家組 並且向35個非洲國家 以及非洲盟的委員各提供了疫苗 而且中國呢 其實就是幫這個非洲的疾控中心總部大樓 興建的項目已經動了功 有30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制呢 也都是在進行著 這樣 希望呢 就中非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攜手 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這樣說 之後呢 就 由這個美國就出聲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究竟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怎樣看呢 美國那個 那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就問 美國新一屆政府 關注南海 台灣 新疆 香港 西藏 這些議題 為了穩定中美關係 中國 是不是有可能 在以上的問題 作出讓步 這個呢 王毅的回答 王毅先生的回答 是在這邊西方下的報紙全部派出來了 就是說 不干涉別國內政 是聯合國憲章的明確規定 是國際社會的基本準則 包括中美在內 各國都必須遵守 你剛才提到的很多問題 都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中國做得好不好 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中國應該怎樣做 中國人民才是主人翁 其實這樣講 已經叫你不要那麼多激勁 然後就說了 同時我們願意尊重在國家主權前提之下 和各方爭訊適宜 講明事實真相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接受毫無根據的指責抹黑 絕對不允許核心利益受到侵犯 長期以來美國動以打著所謂民主、人權、旗號、私以干涉別國內政 在世界上製造了很多麻煩 甚至成為動盪戰亂的根源 美方應該早日意識到這一點 否則這個世界將不會得到安寧 然後就講出下一段就會講 兩個應該怎樣做 中國是怎樣看法 王毅先生這樣說 作為兩個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 中美之間有分歧有矛盾在所難免 關鍵是要通過坦誠溝通 加以有效管控 防止戰略誤判 避免衝突對抗 然後就說作為世界兩 前兩大經濟體 中美之間在利益交融之中 出現競爭並不奇怪 關鍵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良性競爭 既要提升自我又照亮對方 而不是互相攻擊零和遊戲 更重要的是 無論從兩國 還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 合作 都應該成為 中美雙方追求的主要目標 中美是可以合作 需要的合作清單就是 放在我們面前 包括抗擊疫情 經濟復甦 氣候變化等等 我們本著 開放態度 和美方探討和深化合作 希望美方和中方 相向而行 盡快解除 至今中美合作 設置的各種不合理的限制 沒有再人為製造出新的障礙 然後就提到 在農曆年 隨即 當日 習先生就和拜登通過電話 就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深入交換意見 為兩國關係重回稱軌 明確了努力方向 我們願與美國一道全面落實這一次重要的對話成果 共同推進中美關係 自救營生 實現健康穩定發展 這個是全部 王毅先生對中美關係的說法 社長你怎麼看呢? 印證了我們一直說的都是對的 並不是某些人所說爭霸各方面 而且一直都是很強調 外交部做事都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還有是很善意的 你看到一件事的就是 現在美國那些盟友 有一部分就是按來不住的 是要挑動時端 日本就是其中一個 之前我們也有節目說 日本他們的媒體怎麼報導這些事 日本是很有趣的 就是川普時代的時候就覺得 川普做的事就損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好了 拜登上了一場了 現在他們做的事就是很奇怪 如果你要爛頭櫥 我們日本可以算我一份這樣 所以現在看到很奇怪的 那個國際之間的互動 王毅就答得很好了 就是我認為就 一直都是講解決這個地球的共同問題 這件事是人心所向 還有講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 這一年來呢 國家最牽掛是海外同胞的安危 疫情之下呢 我們及時向有需要的海外公民伸出援收 全力以赴提供保護和救助 將外交為民托在肩膊上面 落到實處 你看到香港有些人的評論是很有趣的 就是它完全是感受不到我們見得到的東西的 其實國家很多東西都是以和為貴的 一直反對的都是那些保護主義抬頭的那些東西而已 絕對沒有說要和外邊的地區過不去的 起碼不會主動的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國家對留學生是非常負責的 我們節目有講過 抗疫包呢 都是有派給在海外的留學生的 是的 就是這些物資的支援呢 雖然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起碼就告訴了給在海外的國人聽呢 他們不是棄子來的 就是他們背後還有14億人聽著 做強大的後盾 當然海外留學生群體也都做了很多事情的 疫情初期呢 就是我知道海外留學生群體 是買了大量的物資寄回到武漢的 口罩各方面都有 我衣服也看到不少 我衣服也有 那時候是做很多的 就是那當然留學生這個動作之後 就當疫情返回海外地區的時候呢 就是這些動作就被人救病了 但是沒有所謂的 大家都是中國人 都是為了國家做好一點的事 而國家也是為了全世界的人做好事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的 最重的 好了 講完中美關係是怎麼看呢 那就略略講完其他了 因為如果要講完全部70分鐘就不得了了 那講歐洲 歐洲又怎樣呢 這個發生死的記者就問 拜登政府 稱這個跨太平洋盟友關係就回來了 中國將會怎樣共同處理歐美的關係 那我只是截錄而已 黃毅先生這樣說 中方認為中歐代表著多極世界的兩支重要力量 雙方關係是平等的、開放的 不針對第三方 也都不受制於第三方 中方落建歐盟不斷增強戰略自主 秉持多邊主義的理念 致力於大國協調合作 我們願意和歐盟共同應付各種全球性挑戰 為國際社會抗擊疫情恢復經濟 應對氣候變化 主要更加多正能量 為國際關係提供更加多的穩定性 這句說話其實不受制於第三方 大家都知道是誰 當然是美國 然後就由阿聯酋的中亞衛士記者問 你對過去一年中亞關係有何評價 還有這個中亞峰會什麼時候召開 黃毅先生就說去年 他就說首先說 沙地國王是第一個致天習近平主席 支持中國抗疫的外國元首 阿聯酋是第一個接受中國疫苗境外第三期測試的國家 中亞全卻了 而去年中亞貿易額達到2400億美元 中國穩居阿拉伯世界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中亞一帶一路重點項目 復工復產有罪推進 5G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航天等高薪科技合作 方興美大 中亞貿易額達到日本共同社記者問 去年中日關係出現改善勢頭 但是海警發出台 日本國內對中國戒備感 日益提升就有什麼評價 中方有沒有可能 和日方在奧運會方面展開合作 黃毅先生是這麼說的 中日關係走向成熟穩定 需要保持定力 不受一時一時影響 比如你所提到的海警法 只是一項例行的國內立法 不針對特定國家 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 事實上包括日本在內 很多國家都制定了類似法規 通過友好協商 處理海上爭議 不使用暴力或者以武力商威脅 這個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 也是中方和周邊鄰國之間的長期共識 然後關於奧運會 就是中日兩國先後舉辦過奧運會 雙方完全亦都應該支持 互相支持共商盛舉 使這兩場成為加深兩國人民友好感情的平台 促進中日關係發展機遇 使我們今下聚焦東京明年相約於北京 就是這麼說 之後還有很多很多的提問 請恕我們 我們只可以選重點來講 如果我們講完就不得了 有機會我們會再補充的 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